这两个凡人竟用五百度的电压线 捉住了著名的超级英雄隐形人 就在他们准备干掉隐形人时 却发现他的皮肤简直比钻石还一 但他的五脏六腑却和正常人是一模一样 就像乌龟似的 于是几人将炸弹从特殊位置塞了进去 隐形人慌了 他无敌这么多年 总算被人抓住了弱体 为了能够活命 他立马出卖了火车头 虽然知道了线索 但显然修医并没有想要放过他 不顾隐形人的哀求直接关上房子 就在准备引爆炸弹时 法兰奇叫住了比利 因为他从监控里发现了祖国人的身影 看来祖国人已经根据定位找到了阵 但是还没有找到具体位置 但是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法兰奇立马给同伙打去电话 让他立马引爆一处秘密地点 来各声东击西 但是引爆炸弹是需要时间的 无奈之下 为了引开祖国人 法兰奇开着车冲了出去 没一会儿就被搜查房屋的祖国人拦住了去路 虽然他那心慌的一批 但还是神色镇定地拍着马屁 祖国人非常享受 但还是坚持要搜查后车厢 就在这时 法兰奇同伴引爆了炸弹 为了树立良好的大众形象 祖国人直接放弃追查 马不停蹄地前往爆炸现场作秀 而此时 躲在狗笼子里的隐形人也开始自救 他倒了一杯热腾腾的橙汁 然后浇在了电线上 笼子瞬间发生短路 没了电压的限制 隐形人轻而易举地逃了出来 但是他刚出门 就撞上了留下来看家的修医 而修医手中正拿着引爆器 隐形人试图恩威并试骗过修医 修医心动了 准备放走隐形人 但没想到他看了墙上的图片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引爆按 感谢观看